恢复小三通的客运之行 那么解铃还需系铃人 那么当年中断福建沿海 与金门马祖地区直接往来的 是民党当局单方面的作为 那么恢复时呢 却要求两岸进行官方沟通 这不能不让人怀疑 这是一种政治操作 是不是在为拖延恢复而制造借口 那么甩锅大陆 那么我愿意再次强调 恢复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地区的直接往来 大陆方面没有任何障碍 相信两岸相关业者也没有任何障碍 如果民进党当局啊 他真的是体恤岛内的民众 就应该尽快拿出 取消这个人为限制的行动 不要再损害啊 两岸同胞 特别是金门马祖同胞的切身利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